两个烧饼 一块二一个 李济一块一个 你要是到了东城 到了张欣他们家 就东四那八毛钱一个 就这个北京吃这东西啊 离党中央越近越贵 我们家这是石刹海的前海 那个你到达迪安门 迪安门就是中州县那 邓小平他们家斜对门 一个烧饼一块二 后海李济一个烧饼一块 到张欣他们家 一个烧饼就八毛了 我买两个烧饼 两个烧饼两块钱 我闺女给她买只鸡爪子 你知道多少钱 一个鸡爪子四块二 我闺女一顿饭 一个鸡爪子不够 一个鸡爪子还得吃一个烧饼 我俩烧饼吃到现在了 我把我鸡爪子 还剩一鸡爪子 把这鸡爪子给我妈了 为什么给我妈呢 我闺女一看见 奶奶有鸡爪子 就能推奶奶待会儿 不然的话 她特吃脸 这狗可吃脸了 老觉得我势力大 觉得我脾气大 关键是我从小把她弄来的 我对她特严厉 我对她特严厉的好处是什么呢 她出去不挨打 她有什么不好 比如随地撒尿 随地拉屎 我全教育 这狗 你自己养的狗 你不教育 你等着警察教育呢 这养狗就跟养孩子似的 你那孩子不教育 以后长大 让五产街专政教育呢 是不是 这两天有点冷 我下来出去 在那见 G8羽衣之间 应该穿个背心 你说穿这背心好吧 联合国的 联合国 世界粮食组织 深挖洞 广基粮 不成吧 你称霸打咱们 惹不起人家 开始想称霸来着 后来赶紧上全世界宣布 真挖洞 广基粮不称霸 我说普京呢 我说的是俄罗斯 我说的是苏联老德哥 今天晚上省钱 花了 四块二 两块 两块 四块 花了六块二 到我妈那儿 碰了俩主鸡蛋 鸡蛋呢 这个鸡蛋 是金姐姐的鸡蛋 这个鸡蛋 是大兴安岭 那个基督教姐姐的鸡蛋 这个鸡蛋 是这鸡蛋的价钱的三倍 因为这个鸡说是吃松子 在大兴安岭里边的 一到冬天 这个鸡蛋就不好买了 为什么呢 冬天鸡下蛋少 不像这个 这养鸡场里的不鸡不鸡 下呗 这鸡蛋都有区别 不买不知道 那女的就是会买东西 我买吃的东西都听我那几个姐姐的 有的姐姐擅长买水果 有的姐姐擅长买鸡蛋 有的姐姐擅长买那个卤肉什么的 熟的 反正我就听他们的 我买的这个就就不好吃 不是说的不好 是吧 还是名牌呢 就不好吃 他们买的就好吃 好吃据说还便宜 所以我就相信那姐姐 我不相信广告 哪个姐姐擅长买什么 哇 你看像这个 董黎 这董黎呢 也是山东的 董黎是中国的传统的水果 传统的水果 这董黎 这是环保的 因为山东烟台啊 半岛 你看日本水果也好 为什么得半岛 你看这包装 这玩意在河北省 我种苹果那地儿 一个一毛七 这俩就三毛四了 而且这笔苹果大呀 这大黎 里边还包一层棉纸 这纸我可以捡狗屎 老师 你看这大黎 啊 七棱八窍的 这大黎 嗯 维生素丰富 但是它就不如那种小产量的黎 啊 那酸痰子 就是河北农民 过完那农民给我积那黎 但那黎没法保存呢 是吧 一运来就坏了 你看这个啊 叫董黎 各地都有许多高招 这两天呢 我说我小米 我煮小米粥 小米不行了 嗯 运得老汉 像金 像黄金一辆 小米流进了运得老汉的口袋里 喽 运得老汉一抖 你看我这小米还剩这么点了 还够吃一顿的 嗯 一顿 我老是先煮先吃 啊 然后呢 马上就 由 一个姐姐 一个兄弟 哈哈 给我快递小米 明天这会小米就应该到了 嗯 明天就是小米就到了 嗯 我再煮一锅小米粥 然后就洗洗睡了 是吧 哎 又看见这个了 这是福尔摩斯 啊 是吧 福尔摩斯 这是我从伦敦来的 哪天说说福尔摩斯 哪天说说福尔摩斯 吃点呗 喝点呗 点折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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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